今天是第七次上课 上礼拜的重点大概不外乎有几个重点 比如说我们有所谓的删除列跟插入列 插入空白列 那个部分的话主要是利用一个物件叫ROS ROW加一个S ROS物件刮胡 哪一列?第i列 后面如果点Delete就是删除 点Insert就是插入空白 那你一个Insert就插入一列就对了 两个Delete就插入两列 你也可以设定一个逻辑判断 比如说你要删除的是哪一种状态 比如说A欄如果有什么资料出现的时候 你就把那一列删掉 可以啊 我是建议删除或插入列都要反向 所谓反向应该记得吧 云段上都有 For I等于什么呢 之前是由小 比如说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我们现在最下面到第二列 然后后面一定要加个step step要-1 如果是删除的话可能间隔 叫step-2 应该减2吧 减2减1这样子 看你要减多少 那它就会越来越少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不是由下往上的话 它那个 由上往下的话 它会一直往上递 有没有 或者是一直增加 那就变成顺序I的值 就乱掉了 OK 所以这部分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的话呢 数学相关函数部分有三波档 OK 然后呢我们有讲了一个三米符的函数 那这个三米符的话 总共会有三个条件 最重要的是 里面我们用一个所谓的那个 万用资源部分 比如说我们要产现人员嘛 对不对 之和 然后呢可以用一个信号 信号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在开头 把尾巴产现1产现2 那你可以产现一个信号 OK criteria部分 那今天我们坚持去来看 所以待会请各位 开启那个翻例档案 开哪一个翻例档案 一样开这个数学函数好了 数学函数打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先切到那个 Count的相关函数 Count的这个工作表 那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 稍微看一下这个练习题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当然几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 我希望这个范围 我现在选的范围 知道说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是数字的 告诉我答案 第二个的话呢 告诉我呢 这个范围里面 不是只有数字 文字 True force 假如有资料的 告诉我一下 有多少有 第三个问题是 没资料的 像这个break 有没有空的 那还有呢 这个范围如果是数字 那帮我找出里面 有几个是大于30的 有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最重要 你可以运用什么 在Excel里面插入函数 找到一个叫统计 统计的话呢 找到Count开头的 Count T这个Count 那这个Count 函数啦 主要的用意是做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下面已经跟你讲 计算范围 范围就这个范围 中包含数字 数字的 除存格数目 不就是什么 所以Count是算什么 如果你那个除存格里面 是放数字 那就帮你算出里面有几个 第二个函数的话呢 是Count A Count A是什么 非空白 有没有 那不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那就空白 第四个问题就是 Count 跟上海 那三名很像 有没有 Count 是如果条件 为True的时候 就加 但是这个 一样 条件如果为True的时候 就帮你 不是加 是算有几个 算有几个这个条件 不是得加 OK 所以这个概念呢 跟那个枢纽分析表 那个用法很像 如果假设你枢纽分析表 那个栏位 是数字 是一个数字的话 它就帮你Sumifu 就这样帮你加总 如果不是数字 就帮你算几个 就是Count 所以基本上 枢纽分析表里面 用最多的 就是 类似这种 两个函数的应用方式 就是它把它 放在一个 枢纽 栏跟列的概念 里面帮你统计词 OK 如果说我今天 用刚刚那个 三四个问题 第一个 Count if 把范围给它 而且你会发现 它还配好几个范围 不止一个范围 你可以 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范围 那就放一个范围 五十三个数字 第二个问题是 但是我如果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有资料的 这个范围里面是有资料的 那就是非空白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有没有 五十九个 OK 其实 如果当然它这边 没有一个函数 就是我想知道 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资料 但不是数字有几个 那不就什么 把五十九减掉 五十三不就知道 不是数字的 有资料但不是数字 另外的话 空白有几个 那你可以有吗 Count blank Blank就空的 OK 然后把范围给它 你帮我算一下七个 所以total的话 就是五十九加 七个就66 那最后如果要算 如果是数字的话 假如 它是大于三十的话 那就count if 当然如果有多条件的话 比如说它 第一个什么条件 第二个什么条件 那个count if 目前一个条件 那我们就这个范围里面 第一个先给它range quiteria呢 就是大于三十 那你会发现 一开的话 它会自动前后加双领号 表示说呢 它一样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文字 所以这个用法 跟上个礼拜 那个samif 其实还蛮得一同的 只是说你会发现 它少一个条件 当第三个 那个samif 什么sum range 这不用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加总 它是算几个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一个一个帮你比对 这个是不是大于三十 不是 这个是不是大于三十 不是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做法是 它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资料给它 喂给它 特别注意 在easell里面 这一个东西 一个范围 就是大刮壶 有没有发现 大刮壶开头 大刮壶结束 那所谓的大刮壶 就是阵列 OK 在这个阵列里面 它就一个就帮你比对 有没有大于三十 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 帮你比对到 如果四的话就加一 四就加一 OK 然后最后 把那个最后加一的结果 怎么加一 结果是七 就帮我把七的结果 Return给我 那我就知道 里面有七个 是大于三十的 OK 那就完成 好 那如果我今天 有这个概念的话 基本上呢 我要来做 后面有两个题目的话 就蛮简单 像那个黑名单筛选 跟乐透财的统计 这两个的话 其实主要呢 就是运用 刚刚讲的 这四个函数 就可以帮我完成了 那第一个先 各位开启黑名单筛选 那其实黑名单筛选 大概只会 只要用一个就好了 康尼如就可以了 比如说呢 我希望知道什么 这个黑名单 Ctrl向上 黑名单 Ctrl向下 有两万两千两百二十三个 黑名单的email信箱 如果说假设 这些网站上面就知道 他注册了 他是黑名单 那我必须把他抓出来 我不能让他注册成功 那怎么办呢 查询名单 所以假设 这个时候刚好有这些人 他注册了 那我要把 一定要把黑名单捞出来 不给他注册 不然他成为会员的话 捣蛋 OK 那怎么把黑名单抓出来 这个 是不是黑名单里面的资料 那以前的做法 还把那个复制 然后在这边 寻找 看看是不是 是的话呢 那这边也许 就是 是的话 就是yes 也许一 好了 不是的话 也许就是零 OK 可是问题呢 我希望快速的把 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 全部做完的话 不然如果你用 fine函数的话 用fine is fine 太棒了 要不要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比对 黑名单跟要查的 然后快速帮我查出结果来 并且把最后呢 这里面的资料 是黑名单的 帮我把它列在这个 第三个工作表 查询结果 OK 也许未来可以做按钮 甚至你根本不用再重做了 只要黑名单 黑名单有更新 你就更新 那查询名单 如果有更新就更新 那最后你只要怎么 在这边按个按钮 马上成功了 怎么做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着把那个 数学函数那个范例题 先打开 然后呢 先了解一下 刚刚讲的有四个很重要的函数 cant cant a cant blank 跟cant if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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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